假如有那么一天,突然发现爱你的那个人,你逐渐远离你,只要没有失声哭泣,也没有发脾气,而是,不再关注你的一言一行,不再过问你的一举一动,只要沉默替代了关系,冷漠替代了温暖,以往的一切,一切都回不去了。 以往,Tia的忧愁心愿因你而起,Tia的争辩不休因你而起,这一切,因为曾在乎你,因为关心你,他才会跌跌不休关注你,他的每一句话才会显得在约束你。 我们每一个人,都有自己的故事,都有自己的忙碌,如不在意你,如不心疼你,又有谁愿一次次接近你,又有谁愿一次次对你嘘寒问暖。 当发现一个话多的人,忽然间对你无话可说了,也许他已经对你失去了兴趣。 当一个重感情的人,开始排斥你,冷淡你时,也许他已经对你死心。 当那个关心你,在乎你,珍惜你的人。 当那个关心你,珍惜你,在乎你的人。 每一天开始不再打扰你,不再出现时,或许他已经对你的所作所为,对你寒心了。 别等到那一天,才追悔莫及。 莫要到那一天,才悔恨不已。 莫要到那一天,才回忆曾经的美好。 谁的感情都非常珍贵。 有一个对你好的人是很大的幸运。 有个人对你好,是你莫大的幸运。 一千万年爱你的人,他的幸运。